为什么像尤安娜这样的女网友 她会对她的原生家庭的那个伤害 感觉到这么痛苦 那是因为呀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 她把她的这个原生家庭 视为她的利益共同体 她投入过真心 她投入过真情 而且她真金白银的投入过 但是她一直是被欺骗的 被诈骗的 这个无良的父母 就是拼命的诈骗她 为什么她会觉得这么痛苦 因为呢 是她在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阅历也好 信息掌握的这个程度也好 她信息量掌握的太少 她并不知道 这个亲生的父母 没有把她自己啊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而是当成了一个 外面的啊 就外人啊 可以压榨的 可以吃的大肥肉来看待 所以呢 她就觉得特别的痛苦 因为什么呢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欺骗 是吧 没人喜欢被别人当成一个傻逼来溜 是吧 而掌握信息的是 谁在掌握这个真实的信息呢 是父母 父母明明啊 他把这个孩子啊 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外人 当成可以欺诈的外人啊 来欺骗 来欺负 来这个虐待 但是呢 父母不会告诉女儿 我们就是把你当外人 来欺负你的 我们就是把你当外人 来欺骗你的 我们就是把你当外人 来剥削你的 这个父母会用各种各样的信息插 因为什么呢 孩子呢 在他啊 就一直活在父母制造的 这个封闭的 密闭的这个信息盒子里 他不知道 说真实的啊 正常的和平等的啊 这种父母 有爱的这个父母 对孩子是应该是什么 对女儿应该什么样 他并不太清楚 他只是跟别人小伙伴一比较 他也感觉了 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不幸福 感觉到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别人 对父母那么有依赖 父母那么舍得对这个女儿付出 为什么自己的父母 就行为上 所有的行为表现都是 仇恨这个女儿 都是在欺骗这个女儿 但是呢 女儿又没有找不到其他的出路 因为什么呢 你离开这样的父母 你没法选择 别人的父母也不会 收留你这个孩子 只有你的先生父母会容纳你 暂时的容纳你 你又没有能力逃脱 这个父母构造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家 他们给你提供食送 然后呢 你就不得不一遍一遍的 又反复的说服自己 我父母还是跟我利益共同体 只要我任心 只要我用心的对待父母 父母总会看到我的心意 父母总会看到我的价值 父母总会回心转意的 总会感动父母的 父母总会重视我的 这不就正中了 这种无良父母的圈套了吗 父母样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既不对你付出 我又欺负着你 我又虐待着你 然后呢 你又拼命的 把你当个摇权术 压榨你所有的价值 这不就正中了 这种无良父母的下滑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解题方式啊 只有是你自己 在这个无良父母 在你还不能脱离无良父母的 这个时间段里 你反复的啊 壮大自己 就是你只有一天 你脱离他们之后 你不能过得更差 你过得更差 你脱离的就没意义 是吧 所以说你就得反复的啊 提升自己 唯一的解套方式就是 你提升自己 脱离他们之后 你活得更好 脱离他们之后 活得更好 而且呢 你不再也用不着他们了 让他们在你身上 打的水漂 或者是这种妄想 妄念 都让他们啊 这个落空 这你不就报复他们了吗 可是呢 这个孩子呢 很多孩子啊 在小的时候啊 他一直不肯面对 说我父母 他就有仇恨我 我父母就是没有 把我当孩子看 尤其是女儿 因为他在外面 他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 这个你说要跟男人啊 结成什么这个同梦铁 像这个北京野鸡 黄铁卧铁这样 哎呦 他要找男人 我要走触逼路线 男人给我成为利益共同铁 没有结果呢 被男人骗的 吃的侮辱的更狠的 至少他父母不会说 啊 半夜把他赶出门 去让他下跪吧 至少他父母没有 把他打的遍地淋伤吧 至少他父母没有 掰开他的丑逼 操他的逼吧 啊 这你看 外面男人是又操了他啊 又侮辱了他 还驱赶了他啊 还跟他算计着 你说这黄铁卧铁 你说他 他想的 想的这个 解他的方式 都他妈最傻逼的方式 你说女孩子啊 就是你父母明确的 你非常清楚 你父母是不可能给你资源的 不可能给你房子的 你怎么样的 说脱离父母 你还能够 让自己有实俗 解决自己实俗问题 就是你自己 你说你又不肯啊 露入社会底层 朝不保夕的那种打工生活 就出卖体力 出卖体力的 确实没看到一个说 一份工可以打一辈子的 都是今天走走停停啊 今天在这儿做几天 明天在那儿做几天 难道你每次的找工作 你心不累吗 你每次的适用新的环境 每次的你去找新的工作 你这一路上 你多焦虑啊 你多紧张啊 然后你这个成本 这时间成本 这空档期 这份工作 把你炒掉了 找到下方工作 你开始进入 入职了 这段空档期 你有多焦虑啊 你有多的 心理压力有多大呀 精神压力 经济压力有多大 只要是做体力劳动的 就说你没有学历的 缺景没看到一个 说一份工作可以干一年 干一辈子的 能干一辈子的 成本低的 只有 就说我靠自己 开个小店 那就做餐饮嘛 成本最低了 那就干一辈子 你看看台湾的那个 都是几代人 每天五六点钟 四五点钟起来 到半夜 十二点钟才睡觉 每 就是一辈子都是睡四五个小时的 这样才能哄口 你说这有生活吗 就基本上你是 一辈子啊 就只要你入了这个行 你一辈子就每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你每天都要工作 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你觉得你还有生活吗 你还有休息吗 当然那个 那个是 只要是你真的用心做了啊 你真的是 很会经营的啊 很有头脑的 你 你 你做事啊 你是认真负责的 你老老实实的 你确实这份工作 可以做一辈子 但是你这一辈子的 生活质量就没有了 就一辈子就是忙碌的 忙碌的拉驴推磨啊 然后呢让自己几代人 都被压在这种 劳碌命啊 这就劳碌命啊 谁愿意过这样的一生呢 别人过一生 也是清闲也过一生 然后你过一生 你就劳碌一生 你觉得你这辈子财不财 所以呢 确实还是说啊 你还除了通过啊 你读点书 靠着你自己的脑子 来啊 这个解决自己的生存 问题 你说你还有什么办法 很多女孩子呢 她一直想不明白啊 她一直找不到正确的 解套的方式 就是在你不能脱离 父母的时候 你就先什么都不说 也不跟他们对着干啊 你就心里就得 你得不断的搜集信心 得多观察 少说少做啊 多观察啊 多打听 你看看别人家啊 别人家的正常的父母是怎么样对待女儿的 然后你在不断的反复判断 你这个父母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必须得 你得是给他们有一个 你不能说这个界限模糊不清 我父母又恨他 我又想希望得到他的爱 那你就 你就傻了 只要是真正无良的父母 你这种啊 摇摆不定的这个立场 那就会害了你 你必须得坚定信心啊 你父母就是恶人 就是敌人 就是坏人 这你才能知道你怎么去走这条路啊 你的目标才能明确 否则你是一直摇摆不定 然后也耽误你自己 要浪费你的资源 浪费你的能量 在你确定你父母就是恶人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要找怎么解套 尤其是网络信息这么发的 就是怎么你搜一下原生家庭不幸 原生家庭伤害 确切发现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的 真正的原生家庭伤害是 你的父母或者说 你的监护人不把你当成自己人看 完全是当成外人看 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爱 也不存在所谓的什么 爱的方式对不对的问题 就是恨你 就是厌恶你 就是觉得你多余 就是觉得你 你在他们这个视线范围内 你就是他的眼中冰肉中刺 这才叫原生家庭伤害 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份上 那你也就无所谓什么 原生家庭伤害 是不是 这个所以说呢 就是那种屁点事的 达不到缺解的这个 澳大利亚的女网友 这样的家庭伤害程度的 也达不到缺解这样的 原生家庭伤害程度的 你们都不要把自己 这个非要硬挤进 原生家庭伤害的这个队伍里 那是你们 那是另外的问题 你们另外的问题 既然你们的父母 还把你们当成利益共同体 那你们就得在这个 利益共同体的这个大前提下 怎么样去解决 你们和父母的矛盾 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完全跟缺解和这个 Yuanna的这一种类型的 原生家庭不是一回事 这个这样的原生家庭 压根起就没有 把你当成利益共同体 压根起就把你当成外人了 一开始 一开始你一出场 设定你就是外人 我就恨你 我还得逼不得已的养着你 逼不得已的还得监护着你 逼不得已才给你付出食素费 我就心里心不甘情不愿 我就是恨你 这种父母 那所以说 这种孩子 就是这种女孩 你生在这样的家庭 你怎么样解套 你除了读书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解 因为什么资源都得不到 这个家庭啊 他要把你当成外人的话 你从这个家庭 什么资源都得不到 人脉资源 住宿 住房 食宿条件 生活资源 一切的开销 他都要节省你 都要苛扣你 经历啊 什么爱啊 什么肯定 精神上的支持 更没有 都是虐待你的 都是压榨你的 都是打压你的 都是无情的 无耻的 要虐待你的 精神虐待你的 那这种你说 你完全得不到 你怎么样 说我在我自己 我还弱小的时候 我还不足以 独立生存的时候 然后也找不到 其他的收养人家的时候 你们也不要想 说到别人家里 想黄天卧地 哎呀我出个毕业 屌子就能把我 当宝宝来冲爱 你也不要去换 做这个梦 做这个梦 确确跟你说 所有的男人接近你们 都是因为 想分你一杯羹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修养的 什么样的素质的 什么样的品性的 包括他品性 特别善良的 他也是觉得 对他来说 他是有利可图的 你对他来说 是有价值的好处的 他只是看着你的好处 你的那个闪光点 他想分你一杯羹 所以说呢 你跟男人只能讲究 就是生意场上的伙伴 就是什么呢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 你能给我提供什么 而且我还要看这个人品性 你的最差 你能差到什么份上 所以说 谈生意 你可别一股脑的 把自己的底牌 都给人家 一股脑的时候 我去 我全上 我这个底牌 全 推到了 全给你 然后 然后就说的 基本上 那大概率 如果能接受 能接受你这 盒盘 脱出的 那绝对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 有自治能力的 有良心 有底线的男 他绝对不接受 所以你就夸心 你把盒盘 脱出了 你把所有底牌 都给我了 那 我万一 我要对不起你 因为他自己 他也知道 就是真正负责任的男 那我肯定会说 我 我对我自己的 以后的脾性没把握 我不能要 我不能接受 而且我 我的得到 跟我的付出 不成正别 我为什么要 获得别人 就过分的付出呢 那我肯定拒绝 接受 这是正常的男人 心理健康的男人 只要他接受了 你过分的付出的 都是不正常 都是来吃你的 都是这样 为什么说 很多这个原生家庭 有问题 有这种极大缺陷的女性 她到了这种什么 外面的 跟人的人际交往 包括走 她仍然是落败的 仍然是一败涂地的 因为呢 她家里 没有给她 就观察世界的 这个窗口 也没有给她 观察世界的 这个渠道 没有作为一个引路人 没有作为一个老师 告诉她 外面的世界 有多么的险恶 人心有多么险恶 不管你是交普通朋友 同性的朋友 还异性的 还是走的 什么都算的 包括职场的 这些都是 这个最初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的课堂 是应该是 你的原生家庭 跟你上 可原生家庭 都给你堵死了 这套路 什么 她都要 把你欺骗 把你当傻逼来糊弄呢 她怎么会给你 进行这样的人生指点呢 所以说这样的 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往往是心智成熟 特别晚 比一般人要晚 二三十年 甚至他到死都不成熟 到死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 处处都是吃亏的 处处都被别人占便宜 他走一地 甚至像黄庭卧提这样的 他完全是 人品性不好的人 他完全就走歪了 他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成为臭狗 是走一地 臭一地 走一地 别人讨厌他一地 就所有的人都讨厌他 他永远不明白 他到死他都不明白 他觉得那我就缺这个 别人在世界就应该补偿我 他仍然抱着这个执念 他不知道怎么跟这世界相仇 怎么样进行 这个价值交换 利益交换 所以他的人生 这这类的人生 不可能成功的 就是你真正成功的人 你肯定是要大彻大悟 你肯定是要觉醒 你经过痛苦的挣扎 你得靠自己的 这个掌握信息的 这个能力 你没有学习能力 你凭什么能 在这么多信息里 你能归纳 总结出真正的 最接近真理的那些道理呢 你往往总结出来的错误的 像黄帝沃迪的这个黄野记 他这个文盲 十几岁 他居然是什么甜甜壁 缩机吧 这个约个帕 打开个房 打个帕 他总结出来的 他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 他总结出来的 因为他们家里 肯定也是无形中 潜移默化中 一直给他灌输 说女人嘛 不要那么努力了 不要那么用功了 你这个就找个老 好老公嫁了就行了 就是代价品 就是你是一个代孤的 就价格代孤的 让人挑剔的 让人选择的 你是被选择的 你是被动被人挑选的那盘菜 那个货 他就想 哎呦那我得包装一下 我得是软妹子 萌萌的 好可爱 我好娇 我好点 我好可爱 我好讨人喜欢 男人就是爱我 这是黄血记 他从所有的信息里 归纳总结出来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出逼的录像 他永远都不敢说照着镜子 他妈你没你家没镜子 你马桶里总有水吧 马桶没水 他妈你总有尿吧 你往马桶里撒点尿不就行了吗 就长成这个B样了 他居然还想出逼录像 你看看那些原生家庭不行的 不给女儿活路的 那女儿长得真那么精致 真那么漂亮 就长成那样的 人家才有可能说 走个出逼路 想我找一个可靠的老师 男人嫁了 你像尤安娜她妹妹 长得跟瓷娃娃似的 那么精致 就是你黄野鸡 长成什么样的 心里也真没鼻鼠 一看就去一看 人家的妹妹长得 基本上就是一个 比很多明星长得 都要精致太多了 很多明星没有她妹妹长得那么精致 而且人家个子还不碍 人家还有一米六二呢 怎么着做明星啊什么的 这不成问题的 才八十几斤体重 她就是胖 她也长得好看 人家那个五官长得 那就一个精致 这样的啊 你是一穷二白 她妹妹是从小就被她父母 这种狠心的恶毒的父母 残忍的送给外人家 你说你这种穷人家 你说你把你孩子送养 你能送养什么富贵人家吗 也找不到富贵人家 仍然是送给穷人家 穷人家对于这种啊 这个免费来的 这种这种便宜啊 完全没有付出成本 他舍得投入成本吗 也不舍得投入成本 也肯定不舍得 投入这种劳动成本 精力成本 你为什么呢 照顾一个很小的孩子 是非常浪费人的精力的 这才一两个月的孩子 照顾到三四岁 不能大小便 不能自己大小便 你说不是自己生的 你说她烦不烦 这可想而知的是吧 然后人家也没照顾好 然后肯定也舍不得 给什么好吃的 就是孩子生长饭也需要的 所以她妹妹就从小 一直摔跤 一直摔跤 一直是跌跌撞 她走不稳 她去干 没有吃到好东西吗 没有吃到这种 蛋白质和钙质呢 蛋白质贵啊 什么便宜 就碳水 就粮食便宜 就给你碗粥喝 每天咸菜 喝碗粥就行了 就这样的 就给小孩就这个 米汤 给米汤 那可不她就长不好 可不就是生病 她体质就弱 压根起 她从底子就没打好 但是人家仍然是 有一个颜值是吧 说我学习也不行 你就读个卫校是吧 然后各方面都不行 但是我就有颜值啊 人家也能找一个 当然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 就是说真正啊 就是能够养家的啊 就是能够满足她妹妹那种物质需要的 这种无底洞的啊 就是过分的 跟自己的这种生物不匹配的这种消费主义的这种观念 能满足她妹妹那种购物欲的 那你也找不到这种富贵人家 顶多找一个小 就什么小康人家啊 工薪皆从啊 然后呢 她的老公呢 就她妹夫呢 不断的是失业啊 也不断的找工作 也不断的什么 做点小生意啊 这个赔钱 所以说呢 就即便是她妹妹有颜值啊 也仍然找不到 就是符合自己需要的对象 也仍然是啊 就是好歹的糊润过日子 鸡一顿饱一顿 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管这个要借价啊 管那个借钱啊 这个原来不被她妹妹 被她妹夫骗出五万块吗 就这样的过日子的 就这种穷逼啊 穷逼真的不能救 为什么呢 穷逼往往她心穷 心穷往往什么呢 她喜欢占便宜 她喜欢占便宜 而且她不想 不会感激你 她觉得是我靠自己 智慧 生存智慧 骗来的 我凭什么要感激你啊 是你傻逼啊 其实我 我多聪明啊 这种穷逼的思维就这样 因为这是 她就认为 这是我 我聪明的这个表现 你是你傻逼 你被我骗 所以说 真正的啊 这种富贵 富贵阶层的这富人呢 是不屑于跟穷人做朋友的 除非你穷人给人提供 给人提供啊 给人这个交换对等的价值 跟你占的便宜相对等 当你连啊 你唯一的一点价值都不提供的时候 那别人肯定的是 把你扔出来 肯定是要跟你绝交 这就是这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律嘛 社会交往都是这样的 只有这种啊 这个出场设置的父母 他知道 知道这世界怎么运行 他就让你碰壁去 他就是让你啊 在社会上 被人啊 这个去那个 去吃去 去瞧不起去 这种无良的父母 他就不会交给你 就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 你怎么跟这世界相处 所以啊 原生家庭有问题的孩子 他心智啊 就是因为他原生家庭 还有他自己的 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你自己 对自己没有要求的话 你说你心智 怎么可能成熟起来呢 只是会比一般人啊 正常家庭出来的孩子 心智成熟晚了 要最起码20年 那切切观察了 这么多的人生啊 都这样 唯一解套的方式 就看自己 你自己 你得有那个心气 我没有 就是说 一切的这个信息 家里的这个信息 都是蒙蔽我的 都是批骗我的 都是让我吃亏上当的 那我得自己 慢慢的啊 沉下心来 我去观察别人 我去啊 不断的去打听别人的生活 这样的 我才能从中归纳 总结出我应该怎么样 提升自己的心智 现在不是有网络了吗 网络洁净就更多了 那么多讲那个思维的 讲认知的 哪个这个短视频 你刷不到啊 是吧 哪个短视频平台 你说抖音 小红书你刷不到 当然能刷得到 就看你自己 跟你自己的这种 信息的接受器 你是不是真正 打开了你的信息 的接受器 你能听得进去 然后你真的 能够做到知情合一 而不是 哎我听听就当晚上 黄蜂听了过来 当时听了挺热气 听了挺这个澎湃的 听完了就完了 然后该怎么样 还什么这个 用动物本能来支配 黄蜂记不是 听了缺解的什么 这种反消费主意 等到落实到形状 缺解一看他那个B2 就买什么那个小白帽 买什么吊带裙 还买那个什么小帆布鞋 在他们这 多伦多根本就穿不上 而且跟他的社会身份 也不 你说你就一个中餐馆 刷碗的 一个包寿司的 你个文盲 是吧 你穿成这样的 而且长还那么丑 长得又土又丑 又蠢 一脸的蠢像 如果你穿成这样的 就是你 你说你说 你是你花这钱 有什么价值呢 连缺解这样的 我缺解都不会说 故意要打扮成为 一个淑女啊 什么一个什么什么 文艺的这个 走这个范儿 走什么 这种 这种东西啊 一看他妈你就国内出来的 国内刚出来的那种 你国内刚出来的 就显得特别蠢 特别滑稽 你穿的那个打扮 你的打扮跟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风格格格不入 然后跟你的社会身份 你的社会身份 就是一个餐馆 包寿司的 是吧 你就是餐馆刷碗的 你这么一个女民工 然后你上班路上 你穿成这样 笑死了 笑死了 你就打扮的 朴素点 低调点 运动一点 你不要什么 非要给自己 按照国内的什么那种 淑女啊 什么民族风啊 什么的 那么一打扮 一看你就那么国内的出来的 就是你没有在国外生活 几年的 你好像自己觉得 自我感觉很良好 好像我的跨越阶层了 别人看你就纯傻 比就装逼呢 而且显得特别土 真正的啊 就是真正洋气 是怎么打扮的 就是运动风 运动风适合所有年龄 觉得 你就是这种黑白灰啊 这种棕 淡棕色是色调 你就永远都适合 你不管你变成什么年龄 你都没有是像个什么 比如说中老年妇女 你像个老妖怪 这个你 你都已经成年人了 你还非要不给自己打扮成 穿女童装 什么罗莉制服 一看你就是卖淫女 当你体现出来的 你散发出来的信号 和你本人实际的实力 你的社会身份 不相符合的时候 你这样是很容易 让别人招风引蝶 让一些人来骚扰你 因为他很明显的 就是这些屌子们 他也还有这些不怀好意的人 他很很敏感的 就秀到你身上散发出来的 就是我要以人重 我要与众不同 就是你这种矫情的 虚荣的这种东西 很敏感的 就让人感觉到 别人就会 首先就瞧不起你是肯定的 其次呢 他会骚扰你 再几次 你在这个 如果说跟你熟的 熟的人 他会瞧不起你 他会想办法找你查 他又打压你 你这不就自找的吗 为什么皇帝我提 跟他周围人 所有的人都出不来呢 因为你散发出来 就虚荣的 装逼的 矫情的 就是贱人 就是矫情 可不别人就看你 你这么装 别人就看你不舒服 就不爽 而且呢 你的这个矫情 是一种自恋的 就是很自私的 这种心理的这种心态 你这种自私的心态 别人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因为你是想吸取别人的 榨取别人的情绪价值 而你自己不付出 那别人可不就讨厌你 谁都讨厌这种人 所以皇帝我提 就永远都是 走一处抄一处的抄高手 他没有一处能尝了的 哪怕是开始 想跟他表现一下 就是这种特别自卑的烂学诈 比如说他那个 跟他领结婚证的 那个 那个山东农点 欧阳博文 本来呢 就是在这个多伦多大学 学文科 就学历史学不出来 被踢到考古专业 考古专业大概历史没毕业 就是对自己稀里糊涂的 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参照 我还自我感觉还行 有这么一个文盲野鸡 来烘托我这个贵公子 为什么这欧阳博文 能跟黄帝我提 混了这么几年呢 因为他 他自己混得特别差 混得特别差的人 才愿意跟你在一起 只要混得 他不那么差的人 他对自己有计划 有目标的人 他都不可能接受你 直到一旦了解你 你看他那甘肃那小块 欧阳博文把他抛弃了 回国又啃老去了 黄庭莫提又通过 约炮软件 这熟悉的路径嘛 这永远都是约炮软件 原交的这个软件 找到了甘肃的小炮友 要去勾带人家 勾带人家 还不告诉人家 自己是已婚妇女 尴尬破解 人家是甘肃的小炮友 把他这个底全摸清了之后 就你这种垃圾这个女人 他们舔老子的基本都不配 老子都嫌你嘴臭 所以说人家就毫不愿意 就把他拔掉无情 把他抛弃了 哎呦他还感觉自己失恋一样 这个已婚妇女 那个人领了结婚证了 他感觉自己失恋了一样 真的吗可笑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又不能接受说自己 被骗炮 被人这个无情抛弃 被人玩弄的这个现实 他还要寻找一点心理优越感 他跟一个就是 就在两性关系上 更加失败的 这么一个女民工 福建女民工 跟人说 说人家是什么 这个公交车呀 烂交女呀 人家夸我什么很贞洁 我还有点小骄傲啊 他又在比他混得更差的人身上 找这种优越感 那就属于心眼不好使 包括他对他那个什么 26楼的姐姐也是 人家呢就看你这种女民工呢 你没事可做是吧 你本身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是吧 你的时间都不值钱 人家肯定是看不起你的 人家有点事 肯定是以自己的事情为主 人家就让他等了两个小时 他就怀恨在心了啊 他就故意的把人家啊 这个他管人家叫老巫婆 说人家长在巫婆里啊 然后呢 他故意把人家拎到外边去遛 去遛别人家 让别人在不舒服的环境里啊 把人家是又不舒服啊 朋友圈子让他不舒服 然后呢 外面又冷 风又大 他就故意的 他就实坏心眼 那缺姐一听 你这就是换心眼嘛 然后呢 他还啊 因为在缺姐这里吃憋了 他又开始去讨好那个26楼的那个老巫婆 他就说 那就卖惨 壮可怜 你看快点来给我卖盒饭 我没饭吃了啊 26楼的这个老巫婆 他是不掌握 皇庭卧提对他的恶意的这个信息 这个26楼的这个老姑婆啊 他不指的皇庭卧提对他是心怀恶意的 是心怀打击报复的 哎 他老巫婆又给他买个盒饭 哎呦 他又给缺姐帅 你看 这个这个 26楼姐姐对我多好啊 他要跟缺姐帅这个 缺姐一看啊 就明白了 是吧 所以说缺姐都跟他说 我说你去你妈那 你得得夸我对你好 你都得出 因为你没有跟你妈谈判的资本了 你一旦 你说我 对你不好这件事 然后呢 你妈就知道了 你在外边又识别了 就是你这种垃圾臭格式 你就是无路可退的 那你妈怎么可能是把你当回事呢 就更加不拿你当回事 在外面也失败了 你的尝试啊 你又在他妈这白撞 这用句方言词会叫白撞 就是他是什么呢 永远拿着他这个垃圾的品行去白撞 就是能撞到什么撞什么 他就认为他可以撞到运气 但是缺姐非常明确的告诉我 这种人啊 你们撞不到运气的 而且你们占的那点点便宜啊 远远的要小于你们投入的成本 不管是时间成本 精力成本 还是你们的期待成本 还是你们的沉默成本 这黄金沃铁不就会扔了几千刀 就骗了几百刀的啊 这种食宿费吗 真的吗 可笑 这种食宿 而且呢 还是别人刺得着你啊 翻着白眼 心里就是看不起你啊 然后你还得装着 装成一个傻逼 不知道别人是看不起你的 不知道别人是讨厌你的 不知道别人 装着自己 不知道别人是一时刻的想要把你赶走的 你说你 你也是挺大岁数的人了 奔酸的老女人了 你让到人家家里啊 让人家这么的讨厌 你何必呢 何苦呢 你真的 你不要 你说你拿这个钱 你去住旅馆不好吗 住旅馆至少 旅馆的前台和这个 打扫房间的这个清觉工 不会给你这样的脸色看 也不会让你 指挥你去做 你不愿意做的家务 这何苦呢 是吧 这黄金我帝 他永远都不明白 他说为什么我 我拿着我 我的这种 我想要的 就是我什么价值都不提供 我就是要无偿的压榨别人 为什么我的这个愿望不能实现呢 跟我妈那儿 我妈把我扫地出门 跟我爹那儿 我爹把我扫地出门 这给我姥姥姥爷那儿 开始还接纳了 后来也把我扫地出门 这个欧阳伯文 他把我操了 他都为我不负责任 他就想培养封业卡 他为什么也把我扫地出门 连婚房都不给我住 他永远没有想过 说你当你没有自己本身 没有价值 而且你拒绝提供 你的服务 就是你唯一的价值 就是你作为 一个人 你要伺候别人 你唯一的价值就要伺候别人 你说你没有其他的价值 别人看你他们都恶心 你长成这样 别人说句实话 你在别人眼前晃 别人都觉得自己吃亏 更不要说你把那臭嘴 总怼在别人脸上 跟着很近 装近乎 套近乎的说话 他觉得自己很可爱 非要把这个臭嘴 怼在确切脸上 跟确切说话 他要什么呢 你看我跟你这近乎吧 他这种 他不认为这样是侵犯 别人的身体安全距离的 他认为 我只是跟你这近乎 我跟你没距离 我这讨好你 哎呦 你说句实话 我看你 我都觉得你恶心 不是因为你开始 你长得丑 确切看你恶心 而是你这个人的心里 你这个人的心灵太丑 心太丑 太恶 充满着恶意 所以说连带你这个丑脸 那丑鼻脸 确切都看着恶心 如果你自己长得丑 你就更加要心里美 这是你在这个世界 存活的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这个解态途径 如果说你他妈长得丑 你心里还丑 那可我谁都不会要你的 谁都不会接纳你的 你心里有什么意思呢 我那时候你会变得到这块 我那时候你会变得到这块 你会变得到这块